交车在路口处等待耗质转变后左转 下一秒同向车道却冲出了一辆白色车辆 直接朝着反向才刚起步的机车撞上去 造势的白车车头严重凹陷 还卡着一辆机车 挡风玻璃几乎全碎 一旁还有另外两辆机车毁损 车牌也被撞掉在路边 在台中东区汉西西路跟振兴路口 12号早上7点多 28岁驾驶表示他在中科上大夜班 下班回家的路上 因为刹车刹不住才会撞上 这一转一共波及了三名骑士 还好三名骑士都只有轻伤 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而事故现场车子撞成一团 警方也用三脚锥围住 只会交通疏导车潮 避免又有车子撞上 他自助因为看到警方 我们跟高材刹车 但是刹车刹不住 导致碰撞全方在停车 红灯的伤部机车 警方根据监视器判断 造势驾驶确实有闯红灯 也将依法进行开罚 2700元到4000元罚还 受伤的三名骑士虽然伤势不重 但一大早就受到不少惊吓 机车严重损伤 造势驾驶也将做出后续赔偿 请一遍新闻李正成林蔡影台 中小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